早兩天收到一張陳靈啟示 問我為何這麼久沒有出片 屈指一算 究竟多久沒有出片 足足四個月 究竟這四個月 我搞甚麼 沒有聲氣的呢 其實老實這四個月發生的事 多得不得了 有幾樣東西 很花時間的 所以這幾個月都沒有時間做片 第一樣東西 其實我出了一個 網上人像的 教學的一個課程 有些時間分了去搞一件事 一會兒和大家講一下詳細 一定要幫助 記住 真是幹活來好的事 另一件事 疫情 大家知道六七月的時候 再另一件事 大家看看後面 是否很漂亮 這個又是 又是搬影樓 這個就是我新的 影樓 看著搬影樓 先說重點 重點是人像的Course 連結就在description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你會見到 我有三個Course 但其實是同一件事 只是我把一個Course 拆了三份 為甚麼呢 因為平台的限制 每一個課程 最長是兩個小時 我的課程是六個小時 所以就要拆開三個了 有興趣的朋友 不用理會的 一次過買三個 我家機加起來都是八個 裡面全部都是我平時 收拾相 開工 用到的技巧 即是一些很簡單快速 可以花你10%時間 做到八成的東西 的技巧也會有 或者一些很精彪 細缺 慢慢做的技巧 都會有的 或者一些偷雞技巧 plug in 那些珠雞技巧 總之 如果你對執人上 有興趣 或者有疑問 或者有些東西 不知道怎樣搞的話 直接買個Course 看完它 就對了 如果看完 覺得不明白 不喜歡的話 不要緊要 再看兩次 你自然就會很喜歡 第二件事 就是 大家看到 這個新影樓 好像挺漂亮的 現在還有些太陽光 射進來 就挺爽的 為甚麼要搬影樓呢 轉頭再說 先說搬影樓 之前那一刻 因為那一刻 這幾個月 最頭痛的事 就是疫情 大家六七月 大家知道發生甚麼事 澳門又靜止期 又等 靜止期 靜止期 差不多 都沒有一個月 都大半個月 其實那段時間 基本上是完全 完全沒有公開的 大家可能會想 你沒有公開 你便很有空 在我家裏 靜止期 又不能外出 你應該在我家裏 拍很多片 對吧 說到這件事 就要說回 Freelance 做事的節奏 這件事 大家可能平時 玩拍照 或是 平時 早上午 那些 很普通的 未必會遇到 這些 怎麼說呢 心理障礙 這種節奏上的障礙 什麼叫做 freelance 的節奏 其實是 我們平時 作為一個 freelancer 不同 你平時 上班 有人告訴你 要做甚麼 或者老闆 叫你 今天做這個 明天做這個 你幾多日 之前要搞定甚麼 我們便沒有這些 全部都是自己安排 自己做的事 聽起來好像要很好 沒有free 但實際上 你真的吃多少 穿多少 就很靠自己的自製能力 以及整個節奏 簡單來說 我們要保持工作才行 我們不可以停 我們一停 要翻撻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即是我們 開工就開工 沒有工開的時候 就去執照 接著 執照的時間 就要繼續去找新的工作 總之不可以停 你一停 就會被人放在你 甚麼都不想做 即是原本 有一個星期 武功開的位置 也有一個星期 應該可以有很多 下難的事 但其實 你工作的心態 一靜下來 一滑下來 你很難能回到 就算疫情 靜止期過了之後 其實我和我的partner 都差不多搞了一個月 在那個工作模式 才回來 然後 最重要就是 你一停的工作 到你真的有時間 或者有個心想做些事的時候 你拿起手都不知道做甚麼好 你沒有了那個節奏 你沒有了那個次序 亂了 變成整個靜止期 是 那個productivity 簡直是零 接近零 即是甚麼都沒有做過 片沒有剪過 相片沒有怎樣撿過 更何況不要看了 拍youtube那些 其實我有幾條片之前拍了 亦都有講用富士來拍vlog的東西 未剪到現在都未剪 我看回是三四月拍的東西 到現在都未剪 那些不剪就過期了 那些東西都 就是我舊的studio要交場的時間 七月最後一天 就是要交場給人 但是因為之前靜止期 這裡新場裝修又做不到 然後舊場的東西又撿不到 都不能回去 變成剩下好像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我要清空舊場 搬了東西過來這邊 但這邊還沒有裝修 那一期已經忙到瘋了 一個studio有超多東西搬 就算我自己出的七人車 搬了好幾轉都好 五六轉我忘記了 接著再出大貨車 還要走到好像是五車六車 才能走到所有東西過來 然後就收拾東西 那段時間還是最熱的那段時間 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一會兒給你看 其實我這個影樓是一個古建築 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古建築 變成冷氣都沒有 那我進來的時候其實是沒有冷氣的 那你收拾東西已經收拾到想死 你收拾一會兒已經爆汗 那個人已經是累到 累到你什麼都不想做 一出汗一乾了 那個人就眼睡了 那很辛苦 其實辛苦的不是我 辛苦的是我的partner 基本上這裡裝修 冷氣 裝冷氣 整個所有東西都是他做的 那我基本上就是搬東西過來 然後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幫我忙 因為好幸運的就是 搬了過來做裝修那段時間 我又因為結束了靜止期 靜止期的東西 又 Cancel就cancel 沒有cancel的 始終都要有些東西要做 對不對 回頭做回那些東西 所以有公開的 慢慢地拔押節奏 但因為節奏回到家 就不是辦公室了 所以有時候的東西都是亂的 Anyway 到這裡那個冷氣裝好之後 就慢慢慢慢才開始 將節奏由家 再搬回到辦公室 但是因為我很多東西都還 因為那時候還沒搞定 又沒有冷氣 那這些器材不可以這樣擺到 那我就搬回家 我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還沒搬完這些器材回來 有很多都還在家 變成那些東西都還是有點亂的 所以都磨到今時今日 才有機會拍攝機拍攝 但當然我的影片又不是很多人看 亦不是很多人關心我的死活 但Anyway 反正都沒有什麼片出 就聊聊 還有其實一樣 沒有什麼片出的原因 就是我這幾個月都沒有買過東西 沒有買過什麼新玩具 新器材等等 所以沒有什麼評測 這些時間你都借不到什麼東西回來 再加上我沒有什麼壓力 又借不到什麼東西回來 而且在澳門是借不到器材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拍 這個亦都沒有什麼公開 連拍開工vlog的機會都沒有 這段時間就沒有什麼片出 但是說了那麼久 不如來看看我新場 說了那麼久 又說新場又說顧色顧香 又說什麼又說漆 先看看吧 這裡我新場第一個corner 大家看到就是 好像很漂亮 太陽光射進來 這個門口 這個後面 其實我設置了一個模擬器 在這裡有空自己練習一下車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現在有做個頻道是講車的 自己也在這裡玩一下 很勤力的 每天都玩一兩個小時 神經病 在這個這麼漂亮的corner的後面 亂造造 你看看 你看看看看 沒有辦法 這些東西很多都沒有unbox 都還是一箱一箱擺在這裡 穿過這個位置 Pantry Pantry之後就是我們辦公的地方 很亂的 沒有看 裡面好像挺漂亮的 那外面又怎麼樣 出去看看 外面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我影樓的門口 正不正不正 正不正 啊 啊 騙得下人 對嗎 好 看完影樓 又回來吹水 有些朋友問我 你又搬影樓 你新的影樓搬了不久 其實是 舊邊用了一年送的 故事也很複雜 Anyway 為何要轉來這邊呢 第一就是 是 漂亮 對 大家可以看到 漂亮 又地庫 又漂亮 門口很重要 對不對 怎樣都好 工廠大廈 雖然這裡 整個空間 是小過之前那裡的 但這裡好就好在 樓底很高 除了樣子之外 樓底很高 有時候設置燈是方便很多 舊那裡樓底其實不高 只有3米 有時候設置燈高一點 打定光 其實都設置得挺辛苦 其實我一般 喜歡在那裡拍照 我也很少拍攝樓 大家看片都沒有什麼特別去拍 因為很多燈 不是不想設置 或者不懂設置 是設不到 場地限制了 變成現在這裡就好玩一點 對 多一點 雖然空間 反而再小過之前 但可以做的事情 反而多一點 大家看到 其實現在是窗邊 設置沙發 有時候在那裡 躺下 睡覺 見客客都頗舒服 因為做fee lance 見客 有時候 就算是做wedding的客 或者做property的客 其實這些門面 其實很老實 都是需要的 最簡單就是 你衣著 都是需要的 好像現在有幾顆 我見客不會這樣穿 所以無疑這個牆 是幫到手的 可以令自己的品牌 升級一點 前幾天才做過一場 幫一些設計師 即是fashion設計師 去拍照 那些衣服 有些模特兒來拍照 有十多套衣服 每個人來到都說 很棒 這裡的門樓很棒 這裡的陽光 射進來很爽 所以這場很滿意 Anyway 其實我只租了地下這一層 因為這棟樓 其實有三層家天台 我只租了地下 其他樓上有人租了 以後有沒有機會租樓上 我之後再算 Anyway 現在在地下這一層 我是OK的 你剛才看到這麼暖的 其實以後會慢慢收拾 但這一刻 因為年尾 現在十月十一月 即是最忙的時候 沒有時間搞好些事情 遲些才算 大致上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堆事情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請請我 來坐坐坐坐坐坐 因為早幾個月 已經說想搞谷罪 但是那時候 又不知爆了什麼疫情 然後停了 之後Fanta想搞 那時候又不知六七月 那些又爆了爆 總之煩 每次想搞事情 那時候都爆了 都不知是否爆了 因為我有這樣的想法 之後就爆了 斜了 Anyway 就是這樣 之後看看有沒有時間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 想知想成 想我拍 想我講的 留言 我之後看看有時間 我教他 這陣子就 比較多些忙賽車 記得訂閱我賽車那邊的頻道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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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